你不撒开 不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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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撒是不是 好 不撒我不起来了 你起来我看一看 来 起来 不是 你等会儿 大行的 你懂不懂得打架的规矩啊 我都躺下了 就不能再打了 你怎么害臊呢 人家一般躺下都服了 你就嘴上 你就不服 就服服 我不服 服服 你服 你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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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来 服来 服手 干什么你 你小乙父爷爷 他欺负我 谁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不是 他先动的手 我打不过他 喂 大伟啊 我往上过去啊 哎 现在你先动的手 你挡着他啊 你挡着他啊 你挡着他 我挡着他 我挡着 此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你说你 你来说的啊 干啥 你是真男人 你说对 你挡着 小乙父爷爷 此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你已经不是了 好回事啊 他养狗 养狗你就打架 他家狗吓我小米粒 我不得替小米粒报仇吗 小乙父爷爷 你帮我行不行 你帮我揍他 你还帮你揍他 你不帮我是不是 好啊 你不帮我 这仇我也得报 你怎么报 我想想啊 对了 我想好了 等天黑之后 我拿个大棒子 我参加楼洞的里边 等他一进去 我给他绊倒 前面我放个大石头 让他磕石头上 那你准备 把它磕成啥样啊 磕地的生活 不能自理 行 你这个方法 小乙父爷爷支持你 好 我求棒子去 你回来 坐下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这么一磕他 他是不是没准啊 整不好 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对不 对啊 有可能就没了 不怕 我解气了 你这就被抓起来了 怕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那我也不怕 那小乙父爷爷 我啥也不怕 可以 你不怕 你爷爷呢 你爷爷就把自己的房子搭出去了 得陪人家 孙子也没了 你爷爷是不是得哭 他是我亲爷爷 指定得哭啊 是啊 你爷爷哭 完了就吃不下饭 完了就瘦啊瘦啊瘦啊 你想想 瘦的最后就剩个大脑袋了 从远处一看 竹竿上插个西瓜 咋办 那也太惨了是不是 那我震的 我不让他磕石头上了 哎 我有办法了 我呢 我 我扫他 我把他腿扫死了 这情况 他几条腿啊 他两条啊 两条腿全扫什么 扫一条行不 那也不行啊 那最少也得判你三年呢 我不怕 我气了 是 你爷爷呢 你爷爷是不是又饿了 完了就瘦啊瘦啊 你判几年 三年呢 对 你爷爷饿三年 完了以后瘦的呀 就剩一个猪肝 上面插个李子 咋还小了呢 饿的呀 爷爷 我对不起我爷爷了 对不起你爷爷 你是不是喜欢小米烈 对啊 完了 小米烈咋的了 嫁给别人了 正好嫁给田笨们 田笨们他爸多有钱呢 在海边买个别墅 国家政策又放开了 他俩是年生孩子 哇哇哇 生完后两人相亲相爱 大海边上 你咋办 我爷爷 小米烈 我是不太惨了 惨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失去自由 铁门啊 铁窗 铁锁链 我在老耗中 想啊 欺人 小米烈 你别唱了 小米烈 行啊 行 不能见你 你别唱了 你别唱了 小米烈 你别唱了 我放个方式行不行 什么方式 我拿个绳 我拿个绳 给他 给他绊倒了 完了 我拿脑袋磕地上 就让他 让他把他眉牙磕 那四颗行不行 那不行啊 那就不能判刑了 你就拘留15天就够了 没事 我解气的 我不怕 你爷爷呢 你爷爷饿15天 从远处一看 一根猪肝上面 插个澡 这还越来越小呢 晒的都脱水了 那个 先等会儿 先别说我爷爷 小米烈呢 小米烈是不是又嫁给甜嫩嫩了 没有 这回没有 小米烈对你还是真挚的爱 你不进去了吗 小米烈一想 难过 痛苦 完了就去游泳去了 那他是高兴啊 高兴啥呀 他不会游泳 枪着了 然后 一个好心的渔民从这经过 把他救了 他俩相爱了 从此度过了一生 那这个好心的渔民是谁呀 好心的渔民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掉四颗门牙 大琴子呀 那么我可掉的吗 对了 大琴子不有大美吗 大美在小米烈面前 还美吗 大琴子一群别恋 小米烈一身相许 俩人过上了 在海边上买个别耍呀 你怎么办 我太惨了 我失去自由 铁门 铁窗 小衣服爷爷 这仇我还抱不抱了 想复仇是吧 想 复仇的最高境界 就是宽容 宽容 你只要宽容他 你就算赢他了 明白吗 我相信你现在打个电话 给大琴子 你说对不起 你看他怎么办 大琴子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报复你呢 你没报复你 不是 我是说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对 咱们才高人了 少宽容了 听听听听 我这掐死 你要干啥 掐死他 掐死他 你也活不成了 我是目击者 我不得报警啊 警察一来 把你逮进去 完了 你住几居室 两居室 全赔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你把人孙子掐死了 你爱大美是不 大美跟着房子 一块儿嫁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因为他爷爷是隔壁老王啊 那不行 不能嫁给隔壁老王 那行 那不嫁给他爷爷 嫁给 他 小恰 小恰不是让我掐死了吗 后来就活了 成个植物人 然后大美就跟他相亲相爱 哎呀 今天 你咋不忍受 弄枪 哎 不对呀 这什么东西说了算的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你说了更不算 起来 他说了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要听他的 是 是都听他的 哎 你干啥的 你去 你给我起来 我干啥的 法制宣传员 我干啥的 哎呀不行 我现在堵着 我难受 我 我 我报复他 我 你不是想报复吗 嗯 还是那句话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你俩 走到跟前 互相拉住对方的手 说一句对不起 来 来呀 说不出来 别开玩笑 快点点 哎呀我也说不出来呀 我走 哎呀别走 哎呀别走啊 对不起啊 大秦哥 是我先对不起你的 你别怪我啊 是我小气了 抱歉啊 哎呀倩儿 你还弄得我多不好意思啊 是我对不起你 你看那街上领域住着啊 低头不见 抬头见 你说有点事 我就老怼你啊 怼你啊 对不起啊 你怼我倒不怕 你家那狗啊 太吓人了 是啊 挺好的 林俊 你说鹰鹅狗 你说弄得咋俩都不好了 是 我回我把他拴起来啊 哎呀 哎呀 就啥 这又打起来了 快松开 松开 哎哎哎 这个手可不能松开 对对对 不能松 我们俩呀 在互相报复呢 报复呢 啊 报复呢 你觉得报复最高境界是啥吗 就是宽容嘛 哎呀 小姨母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让他俩和好的呀 你先说说 为啥他俩打起来吧 这么回事 我今天去公园啊 看那大琴的狗在那 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伸手想摸他 这时候大琴在那边一喊 那狗就冲我叫 要咬我 然后我就吓哭了 王小千一看我要哭了 就说要替我报仇 完了 他俩就干起来了 你呀 小米 实在对不起啊 我下次出来一定把狗拴上 以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 我好好训他 我坚决不让他咬你啊 不光不咬你 他所有人都不咬 狗是人类的朋友嘛 对 我呀 现在跟我那弟弟说好了 我让他好好训一圈 你看现在训得可好了 可恋了 都有训狗员了 当然了呀 在哪呢 怎么办 弟弟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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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伙表演一下 咱们大伙一块给他鼓鼓掌 好 我们大家记住了 报复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快点 它ก勇用 衔主 看到转发 不管 或者是 或者是 感谢观看